近日氣溫下降 天文台預計今個星期溫度都會徘徊在十幾度 而一到冬天 長者因為天氣寒冷而按平安中求助 或者入院的次數都會大幅上升 天文台和長者安居協會合作 推出方便長者使用的天氣資訊網頁 網頁特點採用大字體設計和有放大鏡功能 方便長者瀏覽 同時又有定點天氣資訊和即時天氣警告 提醒長者做好預防措施 其實我們看回數字 就算是2010年到2011年 我們說50至64歲人士上網的比率 其實在所有年齡群裏面的增幅是最大的超過60% 所以當我們想起長者的時候 就不只是想起他們需要被照顧 而是他們很多都已經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去一直這樣去緊貼這個社會的資訊 天文台希望新的網頁界面能夠吸引多些長者使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許貝茲報導